製作超簡單效果超好的蒲果銀器DIY 會物利用製作成本不超過新台幣一塊錢 材料瓶子一個剪刀一隻膠帶一卷 廣告紙一張把廣告紙剪成錐形狀 在錐狀紙的邊緣貼上膠帶讓它定型 在錐形紙的尖端剪一小孔 孔徑大約0.8公分 大約是一粒花生米的大小 把錐形紙放入品中測試一下 錐形紙的尖端距離平底大約5公分左右 收集不要的水果和殘渣 把這些水果和殘渣放進玻璃品中 不必太多就像這樣 將錐形紙放入品中 在錐形紙以品口結合處用膠帶緊密的把它貼起來 防止果銀從結合處跑掉 果銀再穩到水果的味道之後 會在錐形紙的內側徘徊 把多餘的紙張剪除 讓果銀徘徊的時間縮短 早一點進入品中 從瓶口蒜息大約留2到3公分就可以 可以大功告成就這麼簡單 你也來試一試吧 把做好的蒲果銀器放置在果銀聚集的地方 可一段時間之後果然抓到了許多的果銀 所以要把蒲果銀切成的地方 然後把蒲果銀聚集的地方